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今天就说一说被郭德纲视为镇宅之宝的德运社总教席高峰 高峰能有今天,与师傅金文生的大力举荐有关,也跟自己人性好,勤奋又努力相连 更加跟郭德纲,识人才,众人才息息相关 师傅举荐,出生于天津相声窝子的高峰,打小就喜欢相声 他有两个师傅,相声师傅是范振玉先生,西河门是师从金文生先生 高峰能加入德运社,确实跟师傅金文生息息相关 2005年的5月或6月份,郭德纲去拜访金文生老先生 老先生抓住郭德纲就不让走,说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高峰 由于高峰当时在实验室做实验,收集信号屏蔽 直到夜里的10点11点多才打通电话 高峰马上打车,去了金文生的家 跟郭德纲相见圣欢,立马订了周六去德运社演出 要说高峰,加入德运社还有旧场之工 2005年,郭德纲的德运社刚刚开始红火 回到天津,举办天津省青的相声专场演出 这天也是巧,由于北京离天津近 德运社相声演员是当天出发 但是无巧不成书,火车晚点高速拥堵 除了郭德纲,德运社主力全都没能及时赶到天津的剧场 郭德纲就拉着当时的高峰给救场 这也算是打工一件 幸好德运社众人后来陆陆续续的干来 不然这场演出事故对郭德纲来说 真不知该如何度过 因为我想如果说他们到不了,打开大幕呢 比如我能说一单口相声 我先说一小时 他们再不来呢,我可以再唱一台语歌词 我还能再接着说 你怎么着这玩意能来人 那整场就结束了,天黑了 那也没问题,那不是没干的 我可以啊,我可以 就一人专场 对,天无绝人之路 正说着呢,后台来串门的 高峰 那会高峰还没有正式参加德运社呢 他来玩了,嘿,我太好了 我换医生嘛 什么我就换医生啊 自身人性好 对相声是真爱 不断努力用功 人性好 人性好的例子很多 举个他跟蓝云平的例子 看着周围的很多人 岳云鹏 孙岳 烧饼 曹赫阳等人大伙 频频商演挣钱 记得高峰跟蓝云平的一段对话 要是有商演 让蓝云平去挣钱 自己在家叫学生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程度上高峰的不浮躁 不一心出名 也造就了他今时今日的地位 真爱相声 听高峰的相声 四平八稳 基本功极为扎实 快版牛掰 颇有以前的相声老一人的风范 德云社两人贤老 孙岳跟他比 孙岳是文文爱好 跟老年人一致 动物园退役的他 养鸟斗狗 区区之了都能玩 而高峰 气质做派上鲜老 1983年才36岁的他 有时候简直跟63岁似的 这源于他私下 专严琢磨传统相声 以及曲艺 从里到外 透着一股老艺人的气质 从这一点 高峰跟郭德纲就很像 形式做派颇有鼓风 郭德纲的赏识 高峰被郭德纲称为 镇宅之宝 可不是一味的夸奖 那是有来历的 如果把德民社当作一个帮派 郭德纲跟于谦是大哥二哥 带领手底下的徒弟小弟亲戚 约云鹏 孙月 张云雷 张赫伦 烧饼等人 频频世界巡演 国内商演 小剧场演出 他们出去了 帮派空虚 剩下的没有出师的徒子徒孙们 得有人来带啊 这个人就是高峰 德云社的总教席 郭德纲把传道 寿业解惑的责任 赋予给他高峰 也放心 也只有高峰这样的人品 心性 才能把总教席 出力不讨好的这个工作高号 什么 让侯正干 他这懒劲的 自己玩好就行了 哪会操这一心啊 嘿嘿 玩笑 进入德云社的学员 由高峰先带 由他筛选 有了一定基础的好苗子 才由郭德纲或别人来带 一定程度上 德云社以后的发展潜力 发展前景 都掌握在高峰手里 你说他重要不重要 退一万步讲 即便以后德云社前台没有人了 拉起高峰高老板培训的学员们 又能成为德云社的一股 中坚力量 掀起相声江湖的腥风血雨 因此 郭德纲视高峰为镇宅之宝 不仅恰如其分 而且也是应有之意 这些原因 造就了高峰在德云社 在郭德纲心中 今时今日的地位